好期待这一组吧 很好 你去了吗 是的 他们的课 他们哭哭了 他们哭哭了 有几个人哭了 对 这类不好熟了 不好熟 看看这水能不能浇灭咱们的火 还蛮喜欢这首歌的《花生孤岛进》 然后后来就看到 编舞编的也是那种 现代舞一点的感觉 我就不会这些技巧 我也没学过名舞 走 咻 再来 那不是 那不是 我觉得真的就是 两个自在心中狼狈 刘宇他们像不像那种鲤鱼月龙 月龙门的那种感觉 我张张走上有点像我们三个人 就跟那个泥丑 我跳之前的所有舞 也没有日渐这种情话 真的是状况百出 撞到的撞到 然后忘记位置的忘记 忘记动作的忘记 我当时我就 吸了一口凉气 然后说完蛋了 然后我就开始看刘宇的脸色 游戏干嘛呀 二宫是纯的舞蹈方向的组合 最后组成这个团队 发现大家其实并没有跳过这个风格 除了徐八一 那如何去让他们快速找到这个风格 你就找那种呕吐的感觉 不是 你如同 对 对 你感觉梳上 哎 这有个桃子去摘它 就是感觉拥抱世界一个鸟 这样回过来 然后拥抱自己的感觉 好 好吧 腰有气质 腰有气质 有运动用这种开玩笑的方式 会让你稍微放松一点 但是就在训练过程当中 也是一个蛮严格的人 我觉得 等碰碰 你们层次要做出来 先是一个中的 再是一个低的 等碰碰 你们俩节奏慢了呀 碰碰 低修错了 他确实是抱着一种 严肃 认真 和该做这件事的状态 来带领我们口这舞 我觉得像这支舞蹈 对你最难的是那个部分 最难的部分就是情感 因为它是关于一条金的故事 那个金叫Alice 她发出的频率 跟她本来的金群 发出的频率不一样 她很渴望被发现 但是没有人能听到她的声音 然后你就要表现出孤独感 因为在这里 就是这个歌 就是很 很伤心 我要你们 伤心 这个会很难 想你的父母 想你的家 我一开始进入了那种歌的时候 就是特别想家 我在日本 天天都我跟妈妈吵架 进入到这个宿舍里 没有手机 只有好朋友们 然后 就是突然有一天想家 然后他们在做什么的 慢慢地感觉到在心里面 有一种空的感觉 然后我才发现那个时候 就是啊 家人 家人的存在就是这么重要 然后 现在是特别想家 想回去之后 我也想告诉妈妈这件事情 我想跟她抱歉 你还不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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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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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感觉到 其实你昨天啊 就觉得有点不开心 对吧 嗯 那就是我一开始 来到这个 就是 之后 就是对自己 就是真的需要吗 的感觉 我们需要 真的需要 每次我们私下 也会聊起你 嗯 然后我 我有时候跟她们说 说 她其实说 那个想家的情绪 真的很好 我觉得 我们可能都没有 到达那样的 情绪点那么真实 所以就不要担心说 我们需不需要你 当然需要你